吹吹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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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啦啦啦啦啦 吹吹吹 吹吹 吹吹 小夜之夜 吹吹 美麗女人結合 美魔女們佩伯多 先生也正在幫我好壞的工作 對 我覺得 忽然是妳的先生 最好說話吧 對 我真的要失控 我如果生氣我已經叫好 不高興去拉老爺 有一次不小心說 Yeah 不可能啦 妳怎麼好像都是精油類的 有去烤一個芳療的蒸香 對... 這是用精油特調的香水 有啊 他睡在... 好 今天這段節目 皮膚不好的不要來 而且喔 不是很年輕喔 因為年輕本來就乾皮膚 那我先走了 很年輕 等一下 今天呢 我們也有三位專家 大家好 這個皮膚科醫生 羅醫師 我有營養師 謝一芳 最奇怪是這一位對不對 我說 她坐在這裡 何希哥 你還有什麼事嗎 何希哥 我也很懷疑為什麼我可以坐在這裡 但是因為我有老鷹般的眼睛 我可以一看就知道 到底有沒有動過手腳 因為妳經常去韓國烤她 幹嘛... 幹嘛爆我的料啊 奇怪啊 沒有 我覺得夏何希 因為第一 她自己皮膚弄得很好 對 她很棒 第二 她真的... 而且呢 第二 她會很挑剔的看女人的皮膚 對... 我覺得這個也很重要 因為知比知己 對不對 擺陣擺勝 擺陣擺勝 其實我覺得人喔 美不美 皮膚要佔很重要的一個 對不對 這個...這個皮膚還不是說 妳去弄一下就會好 對 這是用長期抗戰的 長期抗戰 而且由裡面到外面 妳吃得不好 睡得不好 妳皮膚就不會好 其實遺傳也很重要 對喔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因為我周圍有一個... 有一對姐妹的話 她們平常也根本沒在什麼保養 然後呢 就是也是生活也是 就是有時候晚睡啊或幹嘛的這樣子 結果她們兩個皮膚超好的 對 可是媽媽真的好啊 她是幾歲啊 已經超過30了 那還要早 到我這個年... 到我這個年齡再來說 就嚇到了 是不是 還很久耶 小燕姐 不過皮膚好真的是隨年齡 會變很多對不對 對不對 其實20歲 30歲 40歲 她們40歲其實是一個... 分水嶺 我覺得30都差不多了 看個人體質啦 我覺得40歲正是一個分水嶺 然後40歲以後 就是一個崩壞的年齡 會迅速的崩壞 迅速的崩壞 看妳的功力如何 就40之後又見真章 對 妳皮膚好壞 前面可以說我女兒我也 到40歲以後 妳看看 妳再保養 其實都不容易 讓妳的皮膚很好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四位來賓 保養前保養後 來 第一張照片是誰 我 我大概20左右 我以為是小S咧 就是... 妳看我那時候有多瘦 對 手臂很緊實 可是我那時候很喜歡黑 所以我常會去曬太陽 跟那個...曬紫外線 應該還喝酒吧 沒有...我其實那時候不喝酒 那時候不喝酒嗎 妳看...妳看那個眉毛弄那麼細 那...那個時候的皮膚 還好 都是素顏 完全素顏 完全不化妝 不化妝的 其實表示妳覺得自己很讚喔 就是那時候年輕 根本就不需要 妳看妳那時候多緊實 旁邊是誰 對 我朋友 是不是 好 那時候多緊實啊 不是啦 那個時候是瘦嘛 對不對 年輕啊 可是我現在也不適合太瘦啊 因為瘦的話臉會垮 所以還是需要有一點幾場 她哪有這麼多理由啊 妳那時候幾歲 20出頭 20出頭 那是30年前嗎 沒有啦 膠原蛋白...對啊 那時候很緊實啊 但是我覺得 其實妳現在比較好看喔 真的嗎 對啊...那個時候有點... 太黑 因為我那時候覺得黑 就會看起來更瘦 然後我就去曬 然後曬了之後 又去曬紫外線 可是我現在超後悔的 因為呢 完全斑就在臉上出現了 對 好 我們再來看下一張 這誰啊 是我高中的時候 妳好意思拿高中的時候照片 不來的 太遠了... 妳看...妳的高中 我還拿小學照片好不好 而且妳是黑白照 再把它翻成這樣 這一張可以吧 這一張20歲可以吧 偉士牌耶 而且那個衣服... 偉士牌耶 對啊 那衣服現在最流行的 對啊 妳看我以前都曖昧 其實... 其實妳那個時候的打扮 也很摩敦啊 所以我很愛漂亮啊 對... 所以我那時候充滿了志 我甚至有點慫囉 對啊 那時候陪我爸爸去高爾夫球場 打高爾夫球 然後我就在那邊... 等一下 陪爸爸打高爾夫球 穿白襪子 白高跟鞋 是不是很好笑的打扮 就很慫啊 還穿裙子 穿裙子 拎包包 那時候幾歲 這張也是20歲 那剛剛那個很像21歲吧 21歲 高爾夫球場那時候 妳高爾夫球場 她想認識去老先生是不是 妳打扮得很奇怪 這樣的打扮很漂亮 反正妳... 那時候有人說我很像胡茵夢 我女兒說糊塗了 妳打了做夢 胡茵夢 沒有 那時候胡茵夢 就是這樣的頭啦 對不對 那時候胡茵夢是我的偶像 那時候就是很窮搖的感覺 對 這已經生小孩囉 那是思佳跟妹妹 然後我懷兒子 那時候胖25公斤 看不出來 胖25耶 對 那時候我胖25公斤 妳帶小孩的表情比較嚴重 苦命的感覺有沒有 有感覺到她的五官 是已經皺在一起了 不像... 兩個小孩笑得都開心 沒有 那時候我想說 為什麼一夜之間 我就捅個大肚子 然後旁邊兩個小孩你知道 好像一夜之間喔 就做了媽媽了 對不對 其實心情不是很愉悅 我覺得是小孩長大 妳才比較愉悅一點 對 中間跟旁邊那兩位 好像是我們的配偶 那是七八跟那個秀秀 那是我們時常去那個 台大安寧病房 我們去做義工 這時候其實是妳最漂亮的時候 會覺得那時候 妳那時候已經生小孩 小孩很大了吧 85年啊 民國85年的時候 20年前 20年前 舅舅姐那時候跟小禎好像喔 就是小禎啦 其實女人這個時候 妳應該是幾歲 對 38歲 差不多到40歲 38歲 有到38喔 看不出來耶 沒有 女人這個時候 好像最漂亮 比較有韻味的感覺 對 又是誰啊 這誰啊... 林七威啊 也很漂亮 是七威嗎 沒有變啊 很漂亮 沒變 這是比現在胖一點 嬰兒肥 沒有什麼變 沒有什麼變 像是那個嬰兒肥 變成那個垮下來的肉 沒有啊 這個是念大學的時候 22吧 這個好像比現在老一點耶 打扮 裝扮 那時候可能沒化妝吧 沒化妝... 對 沒化妝 這個是當那個模特兒時期 大概31、2歲 然後廠商說希望要俏麗可愛一點 所以我就硬弄成那樣子 可是妳那時候已經31、2囉 31、2 對 可是為了配合他們 我也覺得不好意思拿這個出來 其實她生完兒子以後 反而更好看 感覺皮膚什麼狀態更好 媽媽的韻味是不是 對啦 有一點 這個呢 這個是就像那個T恤上面 35 35歲我到那地出外景 出...生了沒啊 還沒 出外景 然後曬得很黑 這時候才知道要開始保養 35歲以後 會不會太晚 有一點太晚 有一點太晚 有一點... 她的皮膚很好啊 沒有關係啊 對不對 但他們就是皮膚科醫師會說 35之後妳到時候到45 就會快速的那個 因為人家可能提早開始嘛 有 我有覺得 就這兩年真的是... 就是基礎沒打好 對...尤其生了我兒子之後 我覺得這裡垮 那裡垮的 這裡乾那裡乾的 沒有啊 沒有啊 妳不要講 主持人家最厲害的是我 不是你們 所以每一次講到這個有我在 其他人都可以過關 就是謝謝小燕姐扛著 謝啦 謝啦 來 先看下一張 好看 這誰嚕嚕嗎 好好吃喔 高中 高...大衣吧 大衣 對啊 年紀跟年紀 好像... 也是有嬰兒肥 嬰兒肥耶 我那時候穿只嬰兒肥 是整個肥吧 超肥 你看我都不敢穿那個... 都要穿很寬鬆的衣服 然後還很愛吃 那時候就... 也沒有練瑜伽對不對 那時候沒有 對 但我那時候是舞者 怎麼看呢 真的啦 我那時候是舞者啦 這個是什麼時候 這是...那時候開始拍廣告 大約二十幾歲 妳的頭髮是染的對不對 對 二十幾歲的時候 那個時候很像日本娃娃 對 對不對 那時候我還沒鎮壓 還沒要鎮壓 這是大學畢業的招牌 這是誰...這是誰啊 大學畢業的招牌 妳為什麼芳樂跟大學會擦這麼多 好經典 可是有點像湯瑋 妳有沒有感覺 對 有...妳唱這一張嗎 湯瑋的感覺 這一張 為什麼我覺得有一點點奇怪 沒有 因為那是我們那個... 我們都要拍畢業照啊 我們畢業照一定要這樣子嗎 對 因為我們是藝術科系 然後因為那時候很胖 然後又不知道該怎麼呈現唯美 然後就覺得說 好像回眸一下 會好一點 結果有點弄巧成熟 好像中坤應該沒有看到 這張照片 這張 比基尼要出來 這... 但這重點應該是旁邊那位吧 沒有 妳那時候幾歲啊 這麼瘦 突然怎麼這麼瘦 我們那時候才剛認識 妳那時候怎麼會這麼瘦 然後20...也是20幾歲... 也是20幾歲 可是跟剛剛那個畢業照 其實差不了兩、三年 因為我大學畢業之後 我就變瘦 我就開始變瘦了 然後開始變瘦之後 我就認識Michael 可是他每次都說 他是我胖的時候認識我 所以他對我是真愛 可是沒有 其實我瘦了才認識他的 真的 他是講講的是不是 對... 所以那時候是我們熱戀的時候 我記得好像在... 這是多少年前 20... 肥軟了是不是 20 又20年前了 20年前 對 我們認識了好久才結婚 我們已經認識20...快20年了 20年了 很久 對 快20了... 現在妳對他也是真愛 當然 是 美麗女人結合啊 布蘭妮怒火叫老狗 先生也是妳皮膚好壞的 對 我覺得 布蘭妮的先生最好說話吧 不錯啦 我時常失控 有時候生氣我已經叫他 失控 高興去他老爺 有一次我小心說 要高一點啦 現在妳對他也是真愛 對 咬著牙就過了 我現在一定要真愛 愛也不行 一定要很真的愛下去 咬著牙也要愛 因為... 因為華盛中克是一個老頑童 對 他是會 對 這裡頭最難搞的 今天要講皮膚就講了先生了 因為先生也說妳皮膚好壞的 很重症 對 我覺得 是不是 我生氣 那屈哥會常常讓妳生氣嗎 當然 你沒有讓屈哥生氣 他不管了 妳沒看他臉都黑了 幹嘛突然攻擊他臉很黑 你幹嘛一直這樣 可是沒有 我覺得他脾氣還滿好的啊 那是沒有發在外人 那是我們大家在的時候喔 對不對 處女座 A型 難搞... 難搞...對不對 不一樣的難搞 這裡面 不然妳的先生... 最好說話吧 阿明哥怎麼樣 阿明哥 我跟你講 我時常失控 有時候生氣我一定叫他 高興就是他老爺 有一次不小心說 他就... 他是慢不吭聲的 可是他會小小聲 他在家就擺一副很像包公 要開庭一樣的那一副臉 那我的個性是比較開朗 可是看到這樣子 我會累積起來我就會爆發 我爆發會很恐怖 人家就會以為我是神經病 然後所以思佳就問說 我是不是更延期障礙 結果被他講一講 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我是不是更延期障礙 我告訴妳 等一下 先生能讓妳這樣出來 我覺得那個先生就OK了 對啊 而且我覺得他們四個都算... 我覺得因為我都... 應該有遇過三個那個人妻的老公 我覺得他們人都很Nice 而且我覺得在他們相... 因為我們有時候 會在婚禮的場合 或是拍戲探班什麼的遇到 他們都對他們太太很Nice啊 所以我覺得... 在外面啊 對啊 他跟你拍戲 他怎麼會更... 他自己把本性讓他可以去啊 對啊 私底下叫閉嘴的時候 也是有鄰居聽到的 這麼大聲啊 我們連管理員都聽不到了 要問我們樓上樓下鄰居才準 這個閉嘴不孝是誰叫誰啦 你心裡想講... 對... 來 請坐... 好 你來看 現在我們用一般人的眼睛看 你覺得這四位 誰保養得最好 當然有年齡層不同 這好可怕 對不對 有什麼 如果我剛剛... 因為我剛剛其實... 因為我跟他們都算熟 然後因為我剛剛都有 大概經過他們身邊 因為我覺得有一個條件 是不能有的 就是現在就是如果你是美模 你絕對身上不能有佳麟臭 什麼... 增加年齡的臭味 因為在日本很流行的 那個東西叫佳麟臭 我是母... 沒有... 妳去哪裡啦 妳們很... 就像我每次都會聞到 去哥有老兵味是不是 類似那個味道 因為他們... 對 因為年紀大 妳可能不會在乎氣味 但是我覺得這是最直接的一個 日本人非常重視是不是 對 因為如果你第一眼看到 因為外表一定都... 什麼叫佳麟臭啊 對 我也是今天才聽到 因為如果我們看到外表 基本上一定是打理的 沒有太大問題 但如果身上的氣味有問題 你再知道這個人 大概可能在年紀上 可能有一點年齡了這樣 但我四位我覺得... 那我叫你覺得有佳麟臭 沒有 小燕姐 妳是香的 因為我剛剛有偷偷的聞了一下 所以是香的 等一下 我是不能用香水的 我身上是... 還是有擦乳液對不對 沒有 小燕姐 不能有香味的東西嗎 我不能有香味 我的乳液是醫藥用的那種乳液 完全沒有加香味 沒有加香味的 可是真的有些從內在的地方 就會散發出天色的體味 那倒不是 對... 沒有... 還有... 想說我什麼 香菲 香菲 這是古代香菲 真的 香菲轉世 沒有 就是要多洗一下啊 是不是 對 我覺得那個清潔很重要 然後另外一個事情 是脖子的紋路 因為大家都會注重在那個... 你為什麼會這樣 全體都會勒到...不要勒太久 所以我今天穿這樣 可是我覺得以我的年紀 跟他們比率的話 我應該還算可以 但我覺得妳... 對 就是我覺得那是 綜合起來的分數 不會說只看一個地方 但是如果妳看了臉 然後脖子的紋路 然後跟身上的香味 我覺得那妳看起來就會... 就像Vicky姐 妳根本看不出來她現在的年紀 她如果現在就是去 坐在我們大水旁邊 就是四個孩子的媽啦 對... 年紀還是看得出來 但是看不出來生那麼多 沒有 講話可能就看得出年紀 但如果坐...坐著不講話 真的就覺得 Vicky姐大概30出頭耶 對不對 是不是 這個嘛 那布蘭妮呢 布蘭妮家一定有偷偷 儲藏那個防腐劑 因為妳看她連照片 也防腐得很好 然後自己也是防腐得很好 有人看到我說妳很美 我跟他們說 妳一定要加一個愛 我很愛妳 布蘭妮 我在兩年前看到她 跟現在看到她 其實差很多 兩年前她好像感覺上 比較像思佳的媽媽 可是我覺得妳現在 比較像思佳的妹妹 對... 那兩年前其實... 她說我有點誇張了 是不是 因為妳現在可以秀出 我兩年前的照片 對 兩年前我跟阿琦 上節目的時候 跟現在真的差很多 我覺得打扮還是很重要對不對 對啦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是容顏 也有改變很多 容顏 吃容顏 容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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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我想要再用大量的彩作 不是 因為她真的是皮膚包誰心裡 就好了 剛剛謝老師認得我 我剛剛是我先跟謝老師打招呼 她不認得我 妳看這一張 是我睡眠不好 妳看像瘋婆子像不像 差很多喔 我覺得這個整個就老 對不對 妳那個時候看她就這樣 就是這個樣子 我那時候睡眠不好嘛 睡眠不好 皮膚就不好 那眼睛就垂下來 所有的都變成八字了 而且因為不會笑 所以自然來說嘛 那時候心情不好 然後那時候有用力 我覺得我有用力的表情 就會影響到她整個皮膚的地方 其實喔 來看皮膚科的人 妳順便就可以看到她的內在對不對 對 沒錯啊 所以每次她來說 讓她變美的時候 妳還要每天在陪她聊天 因為其實在從心理的部分的衛教 以及建設其實是很重要 不然有時候 妳已經把她的臉做得已經夠好 她永遠都這樣 對 我心裡想說看得到 我壓力好大 對 妳剛剛命這樣真的好奇怪喔 不是 那時候我 可能是更年輕的時候 然後我有一點... 我覺得有點心理的障礙 因為小孩也長大了 然後可能... 覺得好像都沒有人需要 然後我又有熱潮 哄更年輕的一些症狀 可是小孩都不在身邊 先生又在忙 那時候我就... 對 有狗可以罵 因為思佳嫁出去兩年 所以不然妳這兩年變年輕了 沒有人跟她鬥嘴吵架 那是因素之一啦 但齊薇我覺得是越來越... 對耶 我昨天特別添夠了運動風 所以妳有沒有發現今天啊 就只有齊薇姊姊的 那個頭髮是長髮 所以她還保留著就是... 因為都有小孩夢幻的那個成分在 我一直還有那種浪漫的憧憬 我很喜歡看那種青春浪漫電影 不要笑我 就是不曉得有時候覺得 看那個年輕人談戀愛 然後覺得浪漫的感覺 會散發在妳的臉上那種 所以心境也很重要 心境很重要對不對 營養吃下去了 但是心裡變得很憂鬱 完全沒有用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像睡不好啦 或是情緒不好啦 事實上皮膚不會漂亮 人要漂亮的話 一定要吃對食物 然後從內到外美麗 才是真正的美麗 我一直每次的皮膚科來 上禮拜是一個男生皮膚科來 我說皮膚科 妳的皮膚一定要保養得很好 對不對 是 沒錯 對 那不過來說的話 我真的是覺得 要成為美魔女的部分 恐怕不是只有把皮膚顧好 的確有些東西是靠基因 不可諱言 我今年也四十幾歲 然後我也有四個小孩 對啊 皮膚超好的 我的皮膚的確來說的話 有好的媽媽送給我好的皮膚 可是四十幾歲 不可能完全自仰賴那個 對啊 他是號稱林毛孔醫師 對 皮膚科醫師 我的皮膚的毛細孔 真的只有感謝我媽了 對 我媽咪的皮膚毛細孔很小 可是因為蛇的年紀的部分的話 每個人在保養的路途不一樣的時候 他可能來說的話 呈現出來的皮膚的老化 就不會不太一樣 我告訴妳 我有一天照鏡子 我覺得 我現在皮膚很好 怎麼沒有毛孔 好 這樣也是給妳一個 一個心情愉悅的方式 把皮膚變好 妳知道嗎 其實 後來我仔細的 戴上老化眼鏡 還是不行 我們到我們年齡的時候 更年期的時候 就是皮膚很爛嘛 跟年期長痘痘就算了 跟年期長痘痘 恨死人了 我太有經驗了 一個痘痘啊 他好要一個月 你第二個月痘來了以後 他還沒有退 你就變兩個痘 就是這樣累積下去 Taste你 你痘痘 而且那個化妝的那個... 那個鏡要變放大 放大 好可怕 像前一倍 兩倍 現在是四倍了 真的 有點太大了 我可以講 沒辦法 看不清楚啊 對 我也時常把睫毛都貼歪了 實際上講 你有事嗎 睫毛怎麼一高一低 其實我真的是看不到妳 你知道嗎 等一下 我來先看一下妳的東西 這是我的卸妝 真的啊 那這個是我的保濕的乳液 保濕乳液 這是面膜 面膜 那這是我的洗臉器 洗臉器 這是我的小臉 小臉 對 好 我覺得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 濕的 濕的 我告訴你 小燕姐 有一陣子 我真的是跟思嘉宏 這什麼東西 日本的化 日本的 什麼東西 就是它是那個多酸 然後還有維生素E 維生素E 我們都知道 它可以讓我們抗氧化 吃完了會什麼感覺 我吃完 我覺得啊 我每天心情很好 還有一點 嗨 嗨的感覺 不是嗨 是睡得好 心情也好 我覺得睡得好很重要 然後我早上睡醒 等一下 營養師 其實我自己也有在吃 妳也在吃 對 我認真吃 我那時候跟布蘭妮一起吃 可是她有斷過 但是我沒有斷過 其實我跟布蘭妮年紀 是差不多啦 妳跟布蘭妮差不多 我也跟布蘭妮差不多啊 不要講我這個 我們先講 因為我不太從年輕的時候 不要把我幾歲打開 而且我現在已經忘記年了 妳們好了啦 我都忘記年 但是我覺得女生真的要保養 那大概從... 應該是從女生大概 最遲最遲 40歲之後呢 要做整個飲食方面的調整 那其實我跟布蘭妮 大概在兩年前的時候呢 我就很認真在做保養這件事情 那時候我就發覺 布蘭妮真的是有點憔悴 所以我就跟... 那時候我介紹她吃那個保養品 那我那個時候 大概兩年前 我長得非常多的痘痘 整個臉都長痘痘 皮膚膚質非常不好 你知道女生到某個年齡的時候 更年齡的時候 就是皮膚很爛啦 那我就很認真去吃 更年齡長痘痘 就算了 更年齡長痘 就是悲哀 恨死人了對不對 就是悲哀 我跟你說 青春去長就算了對不對 皮膚膚質 到更年齡長痘痘 是不是一種悲哀 是一種悲哀 而且來說 畫那個時候 死的時候成績都不會退的 對 是不是 我跟妳一個痘啊 一個痘 我太有經驗了 一個痘長啊 她沒有青春痘這麼多 但她一個痘長完 她好要一個月 妳第二個月痘來了以後 她還沒有退妳就變兩個痘 她就是這樣累積下去 PACE妳 一痘 底全痘 這一痘要痘好久喔 我跟妳講 青春去那個 跟妳一起的痘子 比青春去的痘子更可怕 妳知道嗎 那個長得整臉更難消 後來我就真的認真吃之後呢 大概吃了兩個月 三個月之後呢 痘痘慢慢慢慢消掉 更神奇的地方就是說 我發覺第二天長了起來 我上妝非常容易 保水性很好 再來就是說 我的睡眠也變好了 比較不會就... 比較能夠一覺到天亮 那除此之外呢 因為它本身有綠茶多酚 所以我發覺 我的排便也比較順暢 對 那因為裡面 它裡面還有一些葡萄籽 等於有葡萄籽 等於有花青素部分 其實對我眼睛有幫助 它裡面還有一個藍眉成分 藍眉成分也可以讓我眼睛 變得比較靈亮 睡眠不好是長痘的原因 不只是來說 化長痘痘的原因 也會造成我們的皮膚 比較容易乾燥以及敏感 像我的皮膚其實會長壓力痘 可是我的壓力痘還滿乖 常常來說 化紙藏在脖子裡面 可是我最考慮的 妳的痘好會長喔 怎麼控制 怎麼控制可以長到後面 對 她跟我說 這一關她說 我會長痘痘啊 妳來看一下 她說 盧醫師 妳的藏起來痘痘不酸喔 盧醫師 我跟妳說 我年輕時候痘痘痘長在背上 可是我跟妳的痘痘全長在臉上 對 妳們痘痘而已 我是斑點耶 我現在才想到 我兩年前遇到謝老師的時候 她跟我說 不然我跟妳一點建議 其實我那時候以為說 謝老師在推薦她的什麼... 在推薦什麼藥品給我吃 後來...妳知道嗎 後來我吃了將近半年前 老師我是斷貨半年了 對 我覺得那個媽咪她的那個臉 就變得整個氣色了 而且比較緊實 比較光澤 我覺得 其實我看妳們幾個臉 因為這個是運動的臉嘛 妳是常常做瑜伽嘛 對不對 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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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因為我常常做空中瑜伽 所以其實是有點像攀爬道立 所以她就有...對 就是... 就是會讓妳血液循環 妳不能加強 妳血壓高嗎 一直倒立 而且我40歲之後做得更勤 就是30幾歲的時候 妳那時候還不知道說 妳自己體力各方面 然後妳過了四字頭 我就覺得說 好像不如從前各方面 然後後來我就更加強練習 然後就會帶一些小道具有的沒的 這是什麼 這是... 剛剛我在想這個 我以為是掛脖子上 這就是什麼 而且我剛剛以為它是臉盆耶 放在腰上面 放在腰上面 有的人都套不進去了 這也太壞了吧 看看每天有靠進去套不進去 沒有 妳就這個是... 這個是可以做一些伸展 因為其實有時候如果... 這很危險吧 不會...它其實... 因為它... 它有防滑的這個功能性 那它現在是美國 它們排名第一 必備的瑜伽小道具 那它其實滿簡單 就是說 例如說我們可能有一點年紀 我們的肩膀就通常會... 就是沒有... 會脫 對...然後呢 腰桿就挺不直嘛 所以它其實是可以做一個 很深度的伸展 但是因為在我的課堂上 像學生通常我會跟他們說 就是亮麗而已 如果妳的柔軟度比較不好 妳就裡面 那如果OK的話 就是上面一點點也OK 它就可以把它... 這樣會... 對啊 然後其實妳這樣子臀大肌 腹部的肌肉群 整個都會做到 然後妳可以... 稍微拉...拉成這樣 這是幫助妳拉筋嗎 其實我覺得... 這要來上課吧 要上課... 但是因為我覺得就是說 需要有一點點拉筋 因為年紀到了 其實筋都一開始縮起來 對啊 那我覺得可以把我們的筋骨拉開 因為其實體態還是看得出來 那個...就是 不然有說這裡... 瑜伽拉筋真的很重要 妳知道嗎 鍋子不是很會... 對 他有開課啊 他有開課 瑜伽老師 他那天他因為演唱會嘛 要穿高跟鞋 他穿高跟鞋一點都不累 對 因為他這邊肌肉練好 因為肌肉 而且其實他也可以做一些伸展 例如說妳看妳可以做一些 比較深度的伸展 把妳後面 其實因為年紀大 我覺得我們的筋就緊繃 對啊 然後妳就沒有辦法靈活很自如嘛 所以妳會發現說 有一點年紀 妳的步伐就比較小 然後妳可以做的動作就是有 大的話會摔跤 對 比較小心 所以其實我覺得可以做一些伸展 然後或者是做一些肌肉 因為我覺得年紀有一點 就是肌肉的流失 就會變成說 我們好像沒有辦法以前那麼多 因為以前有膠原蛋白 可是現在膠原蛋白沒了 妳怎麼樣補充 其實是可以 但是我覺得還是會有一點限制 所以肌肉量一定要夠 所以他可以做一些 例如說肌力的伸展 就是他可以做這樣子 一個肌力的伸展 什麼 就是他... 但是這個要有老師啦 對 危險喔 對 他不會危險耶 他真的一點都不危險 就要去上課啦 就要上課 妳敢做嗎 我今年開始也開始上瑜伽了 因為我真的覺得 過了一定的年紀之後 這裡痠 那裡痛 然後整個筋骨就是一個硬 然後去拉拉筋 妳就覺得那個身體的循環比較好 氣色會比較好 而且妳的皮膚真的 這次我看真的很好 有功勞治這個嗎 這個用了好多年 那個什麼火山泥的 對 火山膜 對 礦物嗎 這有用泥面膜 可以幫助我們來說 化代謝一些老肺角質的部分 也有稍微比較溫和 比較不像直接去角質 因為我們有時候到一定年紀 去角質 這個很好的問題 聽說你到了某一個年齡 就不能再去角質 像我這個 很多人應該不如去角 是 很容易造成皮膚的傷害 大夫人都會覺得說 我們的臉一定要洗乾淨 保養品才會吸收 覺得角質過後 或是會就要把它去掉 可是到一定年紀的時候 我們的皮膚就會越來越薄 越來越薄角質也會越來越少 角質畢竟它有一定的厚度 才能保護皮膚 所以當妳過度的去傷害角質 太好了 我叫郭洋芹 露露保養愛精油 特殊香味藏案是... 妳怎麼好像做過精油類的 有去烤一個芳療的蒸 這是用精油特調的香水 有啊 她睡在... 還滿是這個 黃宗芬就知道是誰 你做的 去角質的什麼東西 如果我沒有啊 後來我發現 年齡大了真的不用去角質 對 反而來說的話 會對皮膚造成一些傷害 可是因為有些人還說一說 我們的皮膚 可能像有一些的髒污 是不是有一些比較 溫和的方式幫助它去除 像那種火山泥的部分 其實就可以幫助 只是如果皮膚比較乾的人 再使用那個 最好還是大概一到兩個星期 才能用一次 不然有時候還是會覺得 皮膚很乾淨 對啊 我年紀大健忘 我都射鬧鐘 對 沒錯 十天敷一次 妳這個還射鬧鐘了 對 因為我會忘記 太忙了 現在知道路北嶺 就忘了敷它 然後敷完這個之後 一定要再敷保濕面膜 對 沒錯 因為它比較乾一點 因為像我用的東西 其實都很簡單 很簡單耶 是我在美國念大學的時候 我很喜歡去超市 大賣場的 對 找那種超市裡頭的東西 像這個是 美國媽媽愛用的冷霜 就是它卸妝 它是臉不會乾乾的 反而會就是身體小時候 媽媽很開心 對 媽媽在用的 對啊 很不好找 很不好找 只有我家超市 還有 然後這個是 因為我覺得是 當年我買的時候 是一塊多美金 那現在台灣有進來 現在大概兩塊多美金 也買得到 但是呢 我年紀大了之後 這幾年啦 就覺得皮膚比較乾 我會這個 然後... 因為這個年輕的時候用很好 不夠的時候 我再滴兩滴精油 精油 讓它比較有滋潤度一點 那我覺得就是身體的保濕度 會比較好 那另外這一罐呢就是 因為我以前很懶得保養 我就是從頭 從臉到頸部都用這一罐 這個 其實保養品不用太多 其實本來就不用太多 很多人說要區分什麼眼睛啊 然後來這樣 就是不用啊 針對到這波子 我覺得基本上不用 可是如果皮膚比較適合性肌膚的人 有時候就不要給皮膚太多負擔 很多人喜歡精華液也要擦全臉 乳液也要擦全臉 保濕霜也要擦全臉 我說那妳就把全臉 都當作同一個器官 當然妳會覺得 怎麼保養都不對 那有時候如果T4的地方 還是會出油 兩頰很乾崩 那妳就乳霜擦臉頰就好了 這樣就比較簡單一點 妳不會覺得 我會買了好多很多罐 然後都不太知道怎麼用 對啊 像這我也用了十年左右 300塊台幣 有用才好 妳老公一定超開的 可是像...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妳要問皮膚科醫師 如果按摩的時候要用這個嗎 這是小臉 對 有些人習慣的部分來說的話 就是他喜歡現在有什麼黃金棒啊 然後還有那種什麼滾珠 他有什麼都買 對 那我們會不會是一種 輔助的工具啊 因為有些人覺得 你看我們按摩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能要這樣一直拉 有沒有 夏和熙妳有沒有 有喔 但是我不用工具的 因為我也是很常去 不會很常去看皮膚科 因為我就是有狀況 我就會想說去諮詢一下 或是去調整一下 但他們就說真的用手是最好的 為什麼 因為手的部分來說的話 有溫度 對 第一個有溫度 第二個它其實最服貼 因為它是柔軟的 所以當然手其實是 最好的工具的部分 對 用手最好 可是卻有一個缺點 因為你有需要做到拉底 對不起 肩膀分頭 我們要找瑜伽露老師了 幫我們來說拉個筋 所以後來就開始... 因為妳看 這樣動作嘛 所以一直在用這個地方的肌肉 因為妳要順著皮膚的方向 拉上去啊 所以我就會覺得 手痠了 對 後來就有出現工具 同時那個瘦小臂嗎 對不對 運動啊 對 這種也是一種運動 所以最好還是用手 對 其實好像說還是用手 那開始出現這個工具 是因為妳只要這樣嚕 這樣子的部分嚕 也就比較方便 我這是嚕身體的 因為我也是有在運動的人 但是我常常會乳酸堆積 這邊做完... 什麼叫乳酸堆積 做完運動之後 隔天會肌肉酸嘛 這邊酸 那邊酸的 我就會開始用運動 而且有時候運用那個 我們是用雲體刷 有些是為了要消除橘皮的 就是順便配合霜之類來擦 對 配合霜 然後來說局部的按摩 就是妳來說的話 零八個分 太乾 拉了會鬆弛 對 我都直接這樣推 而且拉的方向要對喔 不要真的拉成狂的方向 因為妳的拉扯的方向是錯誤的 妳就會拉出狂的 那應該要怎麼樣 由下往上 對 由下往上 推著這樣子的往上拉 妳都是這樣子推往下 在電視上上下下 就來了又去...去了又來了 那不是垮了 妳這個是什麼 洗臉的 這什麼洗臉 就是洗臉機啊 就按下去之後 洗臉機好嗎 洗臉機對於油性肌膚的部分 角局比較厚的人 的確是一種不錯的發明 就像電動牙刷 很細緻的地方來說 所以洗臉機一開始發明 其實是從電動牙刷來的 但是如果我的臉 就是屬於比較乾的話 會敏感喔 不適合用這個 會過敏 對 我有一個客人的部分 他就變成...他T4都用洗臉機 兩家絕對不能碰洗臉機 因為兩家洗...搓上去一次 覺得一個紅了 我也會喔 所以就是開始看膚質 不是它不好 只是它發明是針對 某些特點的人去使用的 通常到了一定熟齡的時候 使用洗臉機真的要比較小心 因為皮膚... 到了特定年齡聽到沒有 對啊 因為皮膚已經開始 很多特定年齡 所以妳怎麼好像都是精油類的 對 因為我喜歡研究 然後也有... 就是喜歡有自己調... 因為有去考一個方療的症狀 這怎麼像尿耶 這是用精油特調的香水啦 就是微露露的香味嘛 對 我不覺得 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然後... 妳晚上睡覺 還有... 第一這個 是不是有她一次的症 每天不同的味道 小燕姐 不是 妳還有精油特調對不對 不一定是每天的 但滴的那個 妳老公 妳知道了 這個滴我的 這個是滴她 這個是那個以色列的腎油驅魔 這真的是驅魔的 我們有時候就是求個平安的時候 我們也會這個以色... 對 以色列的 所以通常都是滴她的 都是滴她的 她太吵了是不是 河頭畫十字牆 不要吵了... 沒有...但是確實是真的啦 就是我比較喜歡心靈 各種精油類的 沒有 這是花精 這是花精 這用喝的 妳好講究喔 像我都塗白花油啊 或白藜油 老虎油 我們都是換精油 那也可以喝啦 那也可以喝 但沒有 就是說這個 這個是德國他們一個叫自然療法 因為我比較喜歡的是自然療法 對 因為我這個人只要心理平靜 其實就一切都沒問題 所以我們就是要有要 自己喝的 自己擦的 傻的 然後點的 對...心情才不容易被波動 好 其實皮膚好壞 對 心靜真的很重要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休息也很重要 像睡眠 但妳吃這個就會讓妳睡眠比較好 對不對 不然妳晚上就在想 沒有 我就想 老公會不會把我的牛排早上煎掉了 女兒會不會把我另外一塊又吃掉了 不是 女兒會不會把我那套衣服穿走 對 然後就是想一些有的沒有的 所以我覺得睡眠對我來說是最重要 那我覺得這近兩年來 讓我心情很愉悅 妳沒有看 像剛剛那一張真的是見鬼的 我本來是不願意拿出來 可是我為了要跟各位好朋友推薦說 其實我們這種熟齡的女人 其實妳應該要... 但是妳真的皮膚好很多 對 皮膚好很多 對不對 它膠原蛋白鎖住 其實很多人會去補充膠原蛋白 可是不曉得原來膠原蛋白是會流失的 鎖不住就對了 對 為什麼會流失呢 鎖不住嗎 譬如說像這種燈光之下呢 會活化我們裡面的膠原蛋白分解煤 會把我們自己膠原蛋白分解掉 所以呢 其實我們就需要一些多分類 把它這些酵素的活性抑制住 譬如說像藍莓多分啦 或是像綠茶多分 它本身就可以抑制 膠原蛋白分解煤的作用 所以讓我們膠原蛋白不會被流失 所以可以保持很Q彈 漂亮 所以如果老師 妳剛才講說膠原蛋白會流失 就是因為妳擔心它流失 但是妳忘記把它鎖住 所以一個鎖住的概念之後 妳就不用擔心妳身體不夠Q彈了 我好像坐前面鎖住我 對啊 有人有膠原蛋白的精油嗎 那妳說一下 可是我只有同時自己講的事 我最瞭解什麼叫膠原蛋白的流失 我以前睡覺 早上起來很喜歡睡迴龍覺 我很早 因為小孩子的時候 六、七點的東西 對 送走了以後 妳就可以睡個迴龍覺 以前睡迴龍覺 不會有人知道 但現在睡迴龍覺 人家都有... 好硬子 然後我來錄影喔 到下午2點 硬子還在 小燕姐 妳是不是睡右邊對不對 對 然後每個人都說 妳今天睡得很好 可是小燕姐 今天有睡迴龍覺 就是凹進去彈不回來了是不是 真的 是不是 而且其實很可怕的是 這樣子 比如說妳看電腦這樣子 起來就這裡一個大硬子 對 有些人就這樣啊 一直撐著... 然後妳就看到這邊地方垂一塊 然後這邊兩邊凹兩塊 對 這是膠原蛋白流失嗎 對 膠原蛋白逐漸會流失 所以的話要鎖住它其實很重要 絕對不是只有靠插的而已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第一 要好的睡眠 還有 我要... 小燕姐 我要講 即使像我們這種年紀 其實排病有時候也會有問題 對 我知道這個年紀 沒有女生啊 所以生完小孩都會有這個問題 對啊 有時候我騰肌的竟然三天 妳看有多髒 對 等一下... 等一下這個也加零抽 威威思佳 妳剛剛媽媽有變這樣 我現在沒有啦 妳看我多平啊 妳看 我現在比思佳還平吧 對不對 那我覺得就是說 第一 我睡眠好 我的體能... 我的器官的機能就恢復好 然後第一 我脾氣不會那麼臭 那麼降 不會嗎 然後我覺得好很多 但是我覺得有的時候 發脾氣也是一個... 出壓的方式 對 謝謝對不對 對啊 謝謝妳老公 謝謝妳女兒 還有狗狗 狗狗 有所爭執對不對 對 然後還有有一陣子 就是我有一點點 就是我愛玩手機你知道嗎 每次都被罵 然後我有時候就說 去拿捕蚊拍來 那妳有時候幹嘛 就叫妳這幾樓還有蚊子 我說有一隻蚊子 是一直在我眼前一直飛 我女兒說媽 妳瘋了嗎 後來因為她也不知道有飛蚊症 後來我就去看醫生 我說為什麼 時不時就有一隻蚊子 都在右邊 一直在右邊 我一直搞不清楚 可是我自從... 我知道說我應該要補充一些 我眼睛的一些要素 那個也補充眼睛嗎 因為它裡面有藍莓 可以咬咬看 可以咬咬看 大家咬咬看 那我一天吃三顆 我一天吃三顆 那少一顆 來 我先補充好了 我今天來不及 然後咬了妳就這樣 如果可以感覺把它咬碎 看看裡面的味道是怎麼樣 可可的味道 是可可的味道 有可可 還有呢 有沒有茶的味道 沒有茶 有沒有藍莓的味道 都有 對 我剛剛咬了 我現在咬也要 因為它會不會嗎 對... 要吊下去 要吊下去 那最主要是膠囊 為什麼要給大家看 因為它膠囊 其實是個天然的膠囊 而且是一個特殊的配方 很容易被人體吸收 而且它的維生素E 是來自天然的維生素E 我們知道維生素E有兩種 一種天然一種合成的 那目前有爭論去合成那種維生素E 他發覺合成的維生素E 可能會引起一些 有些負面的報導 但是天然就不會 所以我們要買維生素E的時候呢 一定要買天然的維生素E 會比較安全 我噴下去一顆了 葡萄紙 我剛剛的電話給妳 我可以陪妳聊天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